这座桥跨度是445米 一步跨越两座高山峡谷间 这也是世界同类型桥梁的最大跨度 我叫杜瑞 是北盘江特套桥项目总工程师 老家在云南省宣威市板桥镇木乃村 原来出村都没有好的路 小学的记忆就是 跟我妈一起到我亲戚家里面去 走路走路走路 走个晚上快点 谁都可以走得到 上大学的时候 盘山路绿皮火车 坐十几二十个小时 才能到重庆 我从参加工作一直十多年 都是在餐椅桥梁的建设 10年进入贵州和云南这个快道交界的地方参见这个户棍高铁 要通往我们云南我们家乡这一块 我妈就说那什么时候能通啊 能不能快一点 我说可能得五年以上 妈妈他们就说那时间太久了 要是能够很快修得通就好 我就说这个山区特别难 这个地理条件 地质特点 都没办法修得那么快 看着这个现场的山势 峡谷 沟河 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桥建起来 而且什么时间才能建起来 觉得心里是没底的 有时候爬几个小时才能到工作面干活 地质特别不好 它都是泥甲石 特别松软 一口就坏了 所以很多困难都是在过程中不断克服 我们建造整整用了六年时间 标策的营首开高铁 我们作为贵州来说 也是首条真正意义的高铁 原来没建好的时候 从工地回家看妈妈 十几个小时 现在坐高铁 三个小时就到了 特色的话要十个小时 说的话 一大半啊 每天都可以来搞个来 开车 六个小时 坐高铁以后就更快了 两小时